今天立法院很热闹 我们请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有韩友慧来自台南的 跑到立法院去拜会韩市长 现在的韩院长 而韩国瑜院长也请大家吃饭 来看看这一幕 好这是今天中午在立法院的康源 我们看到来自台南的乡亲们 他们是韩友后援会的 那看到韩国瑜院长 当然他们非常开心 你看大家喊口号并且鼓掌 韩国瑜院长的确 这一次他非常谨慎 做任何事情都一样 他要大家小声一点 尽管是在康源 康源是立法院的餐厅 他其实不在立法院里头 在旁边 可是他也担心说影响到旁边的人 所以要大家小声一点 不要这么激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 韩国瑜院长跟过去的韩国瑜市长 的的确确在做事上面 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 而今天在立法院表决 国民党提的403震灾重建条例草案 因为过去发生了 上个礼拜发生了 卢献一的幽灵票事件 所以今天韩国瑜院长特别贴心的 好几次大声的喊说 有没有拿到表决卡呀 有人没有拿到的话 赶快举手请现场的干事人员赶紧去协助 而立法院的蓝绿朝野的动员跟表决 其实过去这几个礼拜看起来都非常的激烈 可是今天蓝营也就是国民党假动 还是没有全员到齐 谢一凤没到 所以赠灾条例禁付二读 假动又没有全员到齐 就有一些蓝营的支持者说 是不是党继处分 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发生类似的事情 另外我们看到立法院的一个 这个年改停改案的复议案 这个事情也是朝野有在工坊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案件 我们看到这个表决大战 吴炳锐他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投错票 他按错灵 按错这个灯 他反对民进党的提议 所以我们看到蓝营现场鼓掌叫好 说谢谢你啊 过去吴炳锐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你不爽民进党 你就不要投票给民进党啊 所以他这一次也用行动 来印证了他过去的这个话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昨天很热闹 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场主席落跑季 作为朝伟的这个主席中嘉宾 他在下午的时候离席消失两个小时 最后在下午5点25分的时候 中嘉宾出现了 民进党表决失败散会 这个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 其实他排审的是民进党团 以及部分国民党凝聚的国会改革法案 国会改革法案是朝野 两党都曾经提出的 这一次蓝白都有提国会的改革法案 上午是寻答 下午是讨论 以及逐条审查 发言第一个发言的人叫做柯建民 他讲完话罗志强立刻就说 我们要这个动议啊 散会动议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礼拜一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民进党在礼拜一的这个 法治委员会上面提出了40次的散会提议 罗志强就说你们提40次 我们提一次就好 可是罗志强还是遭到了 包括中嘉宾在内的这些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 就是你不可以提这个散会动议 你不应该提散会动议 我们可以提的原因是因为啊 国民党没收质询 不给我们逐条审查 所以要靠散会动议来制止恶行 我们民进党做的就是制止恶行 你们国民党价值不一样 所以国民党要好好讲话 你不能提散会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场因为这个人数上面 国民党是六席 民进党是五席 所以这个人数上面优跟列 其实很快就分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民进党用一种技术性的杯葛方式 在下午3点49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中嘉宾离开了 他其实两点多钟的时候就离开了 我们看到现场的立法委员 包括罗志强就做了一个 missing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说斜巡中嘉宾招委 赶快回来开会吧 你主席不在 我们没没有办法开会 所有的临时动议啊 像这样子的这个事情 都没有主席可以来 这个做一个主持的一个工作 所以可以看到两边的攻防 一直闹到下午的5点25分 这件事情才落幕 我们看到包括中嘉宾 在5点25分回来之后 宣读散会动议 以及延长会议时间到 凌晨12点的动议 两个动议嘛 可是我刚刚讲了 因为在场的栏尾有六个人 绿尾有五个人 所以国民党赢了 最后散会动议通过了 民进党在立法院手段花招百出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在财政委员会 我们看到李昆诚主持会议 那个时间点 他变得好快啊 来看看 谢一封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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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下一位张家军委员 张家军委员 张家军委员不在 下一位林楚英委员 林楚英委员 林楚英委员不在 下一位黄国桑委员 黄国桑委员 黄国桑委员不在 好好好 没有看到你 不好意思 请省记长 省记长已经回去了吗 省记长我们回去了 对对对 我们 走了 对对对 那今天省记部有人在吗 全部都走了 早上报告结束之后 他们就先离开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怎么会有这种事 太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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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有啊 检察员在隔壁请他回来 省记长没去了 黄国桑可以要求 然后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他们可能没有这样处理 没有这个 他这样宣读真的是很快 不过确实委员会开会就是这样 可是黄国桑在底下 没有 他没看到 可是他不能够说 宣读这些委员名单之前 就让人家跑了 对啊官员跑了 这当然不行 因为我够离谱的 中嘉宾也是 因为他等于老人 老什么人啊 没有 就是老没人 后来只好回来 不是这样啊 等一下我说 这个秘姓让他讲 因为立法院出太多状况 他就消失啊 我已经不认识了 我以前在立法院从来没看过 做这种卡的 也没有看过互相在检举 你穿多少钱 这届国会实在太惊人了 这个 那吴炳瑞投错票 这个倒不是新闻 为什么 以前也有人投错票了 他有黄斑部病变吗 哎呀你不要这样笑 我们柯总招了 人家年纪大了 我关心他的健康啊 柯总招不要太累啦 不要太累 年纪也大了嘛 反正这个也最后一阵了 对不对 还是享受一下生活啦 这个 我现在立法院 我就看不到重点啦 因为520就到了 那这个会期我讲白了啦 那个国会改革法案 也来不及啊 他不是说5月17号要 进赴这个表决吗 有可能吗 有这么多版本 到时候 每个人都要求我的条文 要练过 要逐条审 我难以想象有办法 在院会表决啦 那表决就是人数嘛 如果蓝白加起来 那借期不连续啊 等于是赖心得上来之后 整个月要重来啊 所以 所以我就看不到 这个会期的重点 这个其实是有点遗憾 因为我们以后就 找不到蔡英文的官员来念了 这最后一次机会啊 对不 我们想念我们的薛瑞元啊 王美花啊 唐凤啊 对不 我会想念他们啊 怀念啊 不找他们来好好念一念 对不 一遥赖心得起来之后 官员就找不到来念了 希望辉文的预言不要成真 5月21号你就开始怀念蔡英文 我们怀念他好不好 来 龙界线 这个表决错误或什么难免 为什么 因为各党都不适应 因为蓝维输了8年 这一次是第一次能赢 那立委是碾压了8年 所以他就固定都按赞成 不知道这次要按赞成 我告诉你 那已经习惯性了 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他也到主席台去说 我的意见是跟民进党团一致 不符啊 不符 但是他会列入公报里面 就是说你虽然按错了 但是你的意志是跟 就会变成将来在公报上面 你会让他去头前复的 没有 他会给你列入 记录 给你记录 按错 那这个钟嘉宾这个是司法委员会 昨天是这样 到了中午的时候 本来是要进入议程 我们就要准备 丢出上会了 上会 对 这叫做议事攻防 柯建民坦白讲在这一块是很强 所以他跟钟嘉宾的配合也是天衣舞缝 他就不进入议程 他就直接休息 下午两点半开会 好 那就让你来不及了 好 那就再来到两点半 反正我们认为我们多一票 对 如果有跑掉一个 我们只要一走开一个 我们就输了 因为黄国昌不在 我们是6比6 但是他们有一个主席 所以我们是赢一票 如果5比5跑掉一个 主席踩雪就变他们赢了 你会叫黄国昌来 没有 不用 你之前你要去那里叫 就是中午休息就两点半开会 那两点半开会一进来 他先把前言讲完了 然后准备要 这个大体讨论 一个发言完 他看到我们联署书要丢出去的时候 还没摆在桌上 还没摆在主席台 他就起来 他也没说 休息他就走出去 你说中嘉宾 走出去 这个叫做义士工坊 以前有这样吗 不管怎样 这个就是义士工坊 一直到5点半 因为表定是5点半散会 所以他到5点25分进来 我们里面说这样 先走贏了 要散会吗 我说等 他来把你严会 你收义 真的他先读一下 说严会到晚上12点 还好那我们当然也是把这个散会 因为散会动议要优先处理 所以就变成先处理 但他不是这样 他就先把他们严会先念 因为国民党不审查 他就讲完了 他的对媒体 他的节目讲完了以后 散会动议优先处理 我们现在处理散会动议 是这样的 所以整个下午 从早上到就7个小时 就耗在那里 如果我们跑一个 他就里面告诉他 他都有看人在点名 什么人去便宿 你都没走吗 没走 没走 要怎么走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都是工坊 我们很理解这一次 但是其实是心态不调 我认为不必这样 柯总召就是政党协商 黄国昌跟你还有顾根 就三个党团党编跟院长 就是协商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还不能适应 他们不是碾压式的过半 这个国会生态 可是迟早还是要适应的 来 卫文修 我刚才看到李昆臣 他低几万回点名 速度跟平常都一样 他也没有比较快 本来委员会的招委就是这样 平常委员会通常也都 就跟那个院会一样 很多人都没有来 这个大家出席状况不理想 但是龙介兄说投错票 这个我是比较不相信 像那个刘建国 赵伟他投他自己 那怎么可能会投自己 那就是心情不好 才会投自己 你说吴秉瑞 吴秉瑞以前是法官 他是法律人 那怎么可能会投错 亮哥也当过立委 谢龙介现在是立委 要当立委是何等人物 他怎么可能会投错 你说陈昭之 他第一天 第一次去投票投错 我不会苛责他 可是刘建国跟吴秉瑞 都是老鸟 他怎么可能会投错 我不相信 是不是因为苏巧惠的关系 性情不好 我是不晓得 我讲一下这个 这个是 这个吴宗憲 这是国民党的立委 这个是谁 这个你们比较不认识 这个郭正亮就很熟 亮哥就很熟 这是柯建民的助理 对 何佩山 何佩山 他要当劳动部长 他现在是劳动部长 真的 今天已经宣布 被国民党的立委骂 谢龙介你骂我一下 你给我挖挖一下 搞不好我也去当部长 可是我跟各位讲 他这种也有法度去做部长 所以前子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国民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影子政府跟影子内阁 你国民党像谢龙介对 他们在司法委员会 那都很无聊 今天我就问国民党一个问题 你如果今天是何佩宇当选 你告诉你的劳动部长是谁 你讲 就很简单 就是我国民党的人才库 我国民党的内阁 是比民进党好的 我的行政院长会是谁 我的法务部长会是谁 我列出来给你看 虽然说我现在是赖清德 动算赖清德他买这件 但是我还要把所有的选民了解 你们没有投国民党是错的 我们国民党的团队是比较好的 同样的 我也要求柯批 你不要一天才说的有没有 柯文哲那时候不是很臭 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行政院长是谁 你行政院长是谁 你公开大家乒乓一人 对不对 就是各党这个才是良性的竞争 我的团队比你好 我的部长比你好 不要每天在那边议事攻防 那个都是没猜港 好 来 我们进行广告